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個星期的一週回顧 我是袁一 四川沿遠縣上千民眾衝擊縣政府 抗議當局包庇所謂官二代兇手 湖南紅江市電站庫區淹沒區的80個村 推舉代表 聯合維權 廣西龍江河隔污染衝擊柳州市 日本抗議中國方面單獨開發東海有氣田 北京開始公布空氣PM2.5數值 廣東電白縣村民阻止垃圾廠建設開工 發生暴力衝突 荷蘭頒發玉金香人權捍衛獎 女裕蘭母女被禁止前往領獎 廣東善委烏坎村選出11人的選舉委員會 四川省隨寧強徵農地引發暴力衝突 世貿裁決中國限制旅途交炭出口為不正當競爭 新疆政府計劃擴招8000名警察 西藏全面加強對寺院的監控和警戒 以上就是這個星期的一周回顧 我是袁一 謝謝收看 再見